大家好我是一鸣 台湾问题呢一直都是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核心问题 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 结束之后呢 王毅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会晤 布林肯当面表示美方致力于管控双边关系当中的风险因素 对同中方来开展合作持开放态度 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围堵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 那么关于中美关系当中这个核心的台湾问题呢 布林肯的表态呢是非常的清楚明确了 在其他方面他也释放出了善意 但是美国的海军高官却在台湾问题上再次挑衅了中国 据环球网在7月10号报道 在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期间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说中国呢近十年来的海军实力逐渐增长 的确令人担忧 但是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 帕帕罗还表示台湾之所以没有能够参加这次演习 是因为敏感的政治原因 那么根据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的国防部以及海军 有责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呢 是美国的前总统卡特 他在1979年的4月10号签署生效的一项法案 那么他的这个法案呢 实质上是把台湾视为了国家来看待 而美国一贯插手别国内政的方法 他除了搞颜色革命直接的方法就是派军队用武力干涉 按照这个帕帕罗的说法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军根据这个法案形式 可能就会使用武力手段来干预台海问题 帕帕罗和布林肯的表态相左呢 表明美国内部呢 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其实是存在矛盾的 但不过这种矛盾的看法其实也不难理解 两个人的身份和看待问题的出发点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帕帕罗呢是以军人的身份从军事角度来看待问题 而布林肯呢他作为一个政客 他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先从军事实力上来分析 美国整体的军事实力那肯定是要高于中国的 美国呢在全球拥有800多个军事基地 它有11只航母编队在海上巡游 而咱中国加上刚刚下水的福建好航母 也一共就有三艘航母 我们不谈其他方面 海军方面的这种硬实力的差距 是帕帕罗敢说出这种话的前提条件 那么相比于作为海军军官的帕帕罗 布林肯对美国自身的整体情况 他是更加了解的 所以呢这次的表态是基于当下的现实 近些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是全面的提升 对于台湾地区的掌控力也是越来越强 那么正因为如此 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控制力是不断的减弱 已经很难维持过去那一套 美国要搞以台制华也需要前提条件 也就是美国在台湾地区要保持一定的影响 同时能够对大陆来进行所谓的威慑 然而随着中美综合实力不断的在发生变化 中国越来越不吃美国那一套 美国想要依靠军事威慑 来阻止大陆收复台湾 这已经不现实了 不过有另外一种情况 还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也就是布林肯的表态 是不是在释放烟雾弹 美国没有放弃干涉台海的想法 目前美国在欧洲方向拉拢盟友 对俄罗斯不断的施加压力 但是他不忘了在亚洲方向拉帮结派 构筑反华联盟 这些战略布局都需要时间才能完成 毕竟想要两线作战 同时压制两个大国 耗费的精力更大 所以对现在的美国来说 只要台海不爆发直接冲突 两岸不能和平统一 就符合当前它的战略需求 但是不管美国有什么企图 两岸最终都必然会统一 这是任谁都不能阻止的 是新一守国时候zofani 这样的人会会绑过 这些人不乱否安 还们可以绑累 seconds了 大家确信 都是新一种线